辽债智义 普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二班 因缘里是云南人 擅长针灸 一次 他图欲强盗逃进深山 天已经晚了 离村庄还很远 他害怕会碰上虎狼 见到前边路上有两个人 就急忙追了上去 追上以后 那两个人就问因缘里是从哪里来的 因缘里向他们说了姓名 籍贯 两个人听了 向他拱手行礼 恭敬地说 原来是名医殷先生 久仰久仰 因缘里转问他俩 两人自称姓班 一个叫班爪 一个叫班牙 两个人说 殷先生 我俩也前来躲栽 有间时事兴儿可以住下 就请您上我们家去吧 我们希望您帮个忙 因缘里高兴地跟他们走了 没过多久便到了 只见一间时事坐落在悬崖深谷旁边 他们点上木柴全当蜡烛 因缘里这才发现 二班相貌身躯都很威猛 似乎也不很善良 因缘里想也无处可去 也就只好听之认之了 他听见了声音声从床上传来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个老妇人 直挺挺地躺在那里 好像痛苦的样子 他便问道 是什么病 班牙说 正是因为这事 请求先生帮忙医治 说完 就点了火把照着床铺 请他凑近了看 只见老妇人鼻子下 口角两边有两个瘤子 都像碗那么大 并且说 疼得不敢触摸 而且妨碍吃饭 因缘里说 这个病好治 说着 将艾荣搓成团 替他揪了几十下 然后说 隔一夜就好了 二班很高兴 烧了陆肉来招待因缘里 没其他饭菜 只吃鹿肉 班爪说 仓宿间不知道客人光临 希望先生不要见怪 因缘里饱食之后休息 用石块当作枕头 二班虽然坦诚朴实 但是粗也鲁莽 让人害怕 因缘里不敢睡得死了 天还没有亮 因缘里就叫醒老妇人 问她的病怎么样了 老妇人醒来一摸 发现瘤子已经破了 变成两个窗 因缘里催促二班起床 拿火把罩着 给窗抹上要蟹 说 好了 说完 她便败别 二班又送给她一只烧好的鹿腿 三年来一直无消息 因缘里一次因为有事进山 遇到两只狼挡住去路 让她无法前进 日头已经偏西 又来了一群狼 因缘里腹背受敌 狼把她扑倒在地 几只狼争着咬她 把衣服都给咬碎了 因缘里想自己一定会被咬死 忽然 两只老虎前来 吓跑了狼群 老虎发怒 大声吼叫 群狼吓得全部趴在地上 老虎把群狼全部咬死 就走了 因缘里狼狈地往前走 担心无处投诉 迎面遇到一个老妇人前来 看她这副样子 开口说 殷先生吃苦了 因缘里十分凄凉地 述说自己的遭遇 问老妇人怎么会认识自己 老妇人说 我就是你在时事里 用针灸治瘤子的 那个病老太太 因缘里这才想起 还请到老妇人家 借宿一宿 老妇人领她前去 进了一座院落 屋中灯火通明 老妇人说 老身等候先生已经很久了 说完 就拿出一身袍裤 让因缘里换下烂衣 然后又摆上韭菜 热情招待她 老妇人自己也用陶碗 自珍自饮 说话喝酒都很豪迈 不像普通的女子 因缘里问 上次的两个男子 与您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没有看见呢 老妇人说 我派两个儿子去迎接先生 可能在途中迷路未归 因缘里被老妇人的情意打动 开怀畅饮 不知不觉就喝醉了 就在座位上呼呼大睡 等因缘里一觉醒来 天已经亮了 她往四周一看 根本没有房子 自己孤零零地坐在岩石上 她听见岩下传来牛一样的喘息声 走近一看 原来是老虎熟睡中 在她的嘴角边有两道斑痕 都有拳头那么大 因缘里惊骇极了 怕老虎发现便偷偷溜走 这时 她才醒悟 两只老虎原来就是二斑 来吧 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